HELLO 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 世紀帝國4的改版資訊 我們又要來上課了 H10.0.576的版本 這個版本也是蠻多文明都有一些調整的 而且有一些調整也是我之前有在直播或影片中 提過的一些改動或是一些問題 確實有修正到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次究竟改了什麼 我們就繼續來上課吧 又是投影片時間 這次改版的美術圖一樣也各位參考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機制改動 當然這次改動也有很多類似像AI的改動 或是一些BUG的修正 但不重要的你們就自己去官網看吧 我只會做相對比較重要 我覺得有影響的改動 當然如果有一些改動我沒有看到的 你想要補充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區補充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在沿岸魚群放置建築物的時候 不會再被永久移除了 如果這個建築被刪除或摧毀 他會自動返回 核陣 好不好 這東西我是不是一直有講過 如果你有在看我影片的話 我一直覺得去壓人家魚群這件事情非常的無恥 官方終於注意到這件事情了 雖然他們都不修翻譯 不過這個事情還是有在關注的 確實他就是改掉了 所以之後呢 你不能再壓人家建築了 如果他把建築拆掉的話 或是你自己摧毀的時候 反正總之那個建築不見了 魚就會再跑回來 非常好的開發組 掌聲鼓勵鼓勵 再來的話就是 駐軍從借載單位的時候 就是他們會從什麼靠近目的地的一側退出 反正給你們看一下 動物跟建築重疊的時候 村民可以更容易瞄準活體動物 這個還不錯 在玩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路太貼近TC的時候 或是一些建築 每次點都會點到那個房子 就有點煩 現在如果動物跟建築比較重疊的時候 你是比較容易瞄準的 這個也是不錯的 對操作來講是有幫助 剩下的改動我就不列舉了 因為他好像還蠻多的那個box fix 修正的東西 我覺得影響度不太大的 你們就自己去看吧 我覺得這幾條項目的話 第一條是我最關注的 我覺得這個改得非常好 讓一些投機分子不能投機 好啦 那再看一下全文明改動吧 全文明改動的話 這次繼續的對工程單位來做一些調整 首先我們先看到的是衝撞車 那衝撞車在這一次版本之後 就是這個改動之後 血量就會再提升 從340增加到370 然後手戳的建造時間會從80秒降低到70秒 如果從工程製造所製造的話 會從40秒減少到35秒 整體來講衝撞車再被buff了一點點 我可能之前覺得砍太多了 看看之後衝撞車表現吧 現在衝撞車確實是有點軟 但這個改動改完之後再看看吧 實戰上還是要再看一下表現 如果你有跟直播看比賽或是看我的影片 你應該也會知道 我一直在講現在 應該說弩砲現在沒有出的話 就整個沒辦法打工程戰 弩砲出不夠多 投石車會超級強 現在投石車要三發才可以死 所以官方也覺得算了 再把它改回兩發 所以投石車一窩蜂的血量 從140減少到130 然後弩砲的話呢 對工程器的加成 從60增加到65 火砲系列原程護甲都是從35增加到40 一般火砲 重型火砲跟加盟砲 那這邊尾幫各位都算好了 反正右邊你可以看一下 改完之後 投石車跟中樓一窩蜂 一般投石車兩發弩砲就可以解決 中樓一窩蜂三發 那這樣子其實原本弩砲的攻速並沒有調回去 因為弩砲現在打投石車又變回很強 加上他現在攻速沒有調回去 所以他現在兩發把投石車解決掉 那他就會變得跟以前一樣 甚至比以前還要更克制投石車 所以又變回以前的版本 而且更好打 這個再看看吧 反正就是他好像又改回去了 那中樓一窩蜂就是可以多吃一發 火砲的話改為40遠方之後 他血要沒有調整 所以應該還是5發解決掉 重型火砲的話在後面的惡圖曼改動 是有nerve他HP的 所以他現在HP會變成300 所以他原本要7發解決掉 現在是要6發 那也解決了惡圖曼在後期火砲太難解決的問題 總之這一個工程器的改動 又再次的回到之前的版本 甚至弩炮地位又再次的提升 現在弩炮的攻擊間隔是變短的 不要忘記了 之前是有改動過這個 再來的話看到的就是 第一個這個 其實我不太清楚他講的是什麼 總之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我就稍微翻一下 再來是精銳軍隊戰術跟燃燒劍 為影響所有預期單位的問題 這也是bug修復 寶塔的話石頭的收益減少50% 相應的增加食物跟物材的收益 所以下面也幫各位整理一下 就是他提升的幅度 總之石頭變少 現在石頭比較珍貴 石物跟木頭都變多 這就是寶塔現在的效益 改版之後就會變成後面這一個 大概就是修正的神羅跟龍騎士團 如果裝載衝撞車會失去蟹宰助軍的能力 這聽起來挺嚴重的 就是上車之後就下不了車了 然後是法蘭西跟聖女貞德吧 他有什麼研究兩次商人公會的問題 這我是不太清楚 總之這邊也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好啦那我們就進入到 個別文明改動的部分 這才是本次的重頭戲啦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阿拔斯 雖然阿拔斯這個文明在比賽 好像也不常出現 天梯感覺人氣也蠻低的 有玩這個阿拔斯體系的 好像也都是玩阿玉布而已 是一個人氣不高的文明 但他強度我覺得也是蠻ok的 阿拔斯也沒有什麼弱 就是很ok的水準 不過還是有一些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 新鮮食品的科技 由私人中心移到魔方 我不太確定為什麼要這樣做 反正 魔方大概一定都會蓋吧 因為阿拔斯是吃果文明 所以我不太確定為什麼他要這樣移過去 不太確定用意 總之是這麼做了 再來的話 駱駝弓箭手 食物從180減少到170 微略的減少他的食物消耗啦 但會不會照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還是要再看看 駱駝弓箭手曾經有風靡了一陣子 但是後來也比較少出 阿拔斯還是以農為主 看之後駱駝弓箭手 減這個食物會不會有用 我是覺得應該還好 新月沃圖的木材減免 從25%增加30% 所以新月沃圖的強度變高了 等於是減掉將近要三分之一 趙家原本是四分之一 就是你到時候蓋TC什麼的 新月沃圖帶來的效益會更好 所以阿拔斯算是被buff了 這兩個改動都是buff 還有一個bug修正 香料之路現在可以正確修改 所有商人的黃金收入 OK 這就是阿拔斯的改動 公立阿玉布 變種文明 蘇丹塔被稍微的關注了一下 不過蘇丹塔的出場率 我認為改了應該也還是非常的不好用 主要是造價的問題吧 看看吧 說不定之後有什麼特別的打法 我們還沒有發現 他現在不會再擁有近戰脆弱的被動能力 就像之前那個衝鋒車新增的那個嘛 原本蘇丹塔也有 現在是拔拔掉了 因為他已經夠弱勢了 所以不要再給他這個近戰脆弱的能力了 電照時間也縮短 200秒減少到140秒 他現在多了一個能力 就是你每一個進駐的單位 都可以提高他的移動速度 那這個很不錯 蘇丹塔的機動能力應該會變蠻快的 而且進駐的單位 我記得可以射箭 你看你進駐越多單位 他也可以提高移速 多一點人去推這個衝車嘛 看看蘇丹塔的出場率怎麼樣吧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很容易被針對 再來的話是阿塔貝格的效果 跟生物學現在會成為成法效應 阿塔貝格是一個 幾乎沒有看過阿玉布選用的一個偏電升級吧 反正就是一個 可以進駐在軍事建築裡面的一個單位 然後這個軍事建築生產出來的單位會加生命值 但幾乎沒有看過 我一次好像也都沒有看過選出這個 可能有啦 但大部分的阿拔斯對局都不會有這個東西 總之他現在會讓他視為成法效應 也就是說 這20%跟生物學的那個 好像也是20%吧 反正是相成不是相加 不然的話那個生命值有點太多了 再來的話是沙漠掠奪者 修正可以應用黃金時代5的效果 那黃金時代5的效果是 駱駝的單位攻速提升20% 沙漠掠奪者可以正確的被套用這個效果 阿玉布的改動 稍微關注了一下蘇丹塔跟阿塔貝格吧 接下來看到敗戰亭 敗戰亭在天梯勝率是最後嘛 但是我們看到高手級別的賽場上 我們看到敗戰亭勝率其實還蠻高的 當然也是有可能是操作員的問題 那我們就另當別論 總之我們先來看一下 敗戰亭這次改了什麼東西 希拉之火噴射車整個大buff 造價再次的降低 上次已經降低過一次了 這次再降低 那因為上次降低是跟著衝車一起降低的 那他這次呢 再降低一點 他黃金耗量少了40 還蠻多的 敗戰亭要吃100斤造這個噴射車 真的讓敗戰亭在出這個噴火車的 概率上變少很多 現在敗戰亭都是直接用單位把對手淹沒 這個希拉之火噴射車 減少40黃金還蠻多的 將近快要一半 剛剛之後的出場率吧 那當然血量也是有所增加 遠防也從30增加到50 這個應該是比較針對在弩砲上 因為弩砲的傷害才可以高過這個值 他30增加到50是還蠻高的 那就整個讓希拉之火噴射車的防禦能力大幅的提升 再來的話就是他對城牆的額外傷害也從0增加到5 所以現在希拉之火噴射車呢 打城牆也是有剛硬的加成的 來看一下之後這個希拉之火噴射車的效果吧 希望敗戰亭可以多用一點這個單位 畢竟他打起來的這個爽度還是蠻高的 敗戰亭又有一些史詩級的加強 第一個傭兵契約是免費的各位 省了100橄欖油還有20秒研發時間 所以你以後造完第一個傭兵之家 你點下去之後是馬上研發完成 而且你不用那100橄欖油還有20秒研發時間 差蠻多的我覺得 就是這個這個buff還蠻大的 然後再來就是老練傭兵契約 也是降低成本 115250黃金降低到50 1025黃金降的非常之多 而且研究時間也減半 所以你在升時代的時候 這個老練傭兵終於不太會卡你了 那我也得說拜戰亭在升弓箭時代 那個時候要升老練傭兵契約 實在是非常的痛 因為佔的資源真的很多 就是一般單位的升級費用 他現在這樣子減少是確實少很多 會不會過強呢 再看看吧 因為拜戰亭打到後面現在的OP程度 還是蠻高的我自己覺得 就是造兵能力什麼的 真的是蠻快的 所以呀 反正總之現在前期的傭兵契約變強了 讓你整個成本降低非常的多 那邊防軍的話呢 再被NERF也是不出所料 因為現在邊防軍幾乎沒有什麼對手 原本50%的盾強效果 減免遠程傷害 直接減少到30% 原本降到40% 這一版又被降到30% 變成邊防軍 現在大概降低1%的傷害 我覺得還是很好用的 但30%或許就差不多 再看看吧 反正邊防軍現在確實蠻難打的 你遠程也打不了他 能克制這個傢伙的大概只有裝甲步兵 但裝甲步兵在賽場上很容易被克制 而且機動能力也不好 兵型頭子車砲台呢 也被關注到了 這個傷害從8減少到7 那因為他是多發彈藥的關係 這減少到1 可能還減少不少 但是要看實際上打起來感受怎麼樣 因為範圍傷害我沒有怎麼算 因為他是投一個範圍傷害 反正就8減少到7 也是稍微的NERF了一下 因為多者科技現在不會對用兵的 才藝騎跟落頭騎生效 反正這就是對騎手 再來就是希拉之火炮彈的修正文本會 正確提到希拉之火不能堆疊 那拜占庭這次的改動 又再次的BUFF 雖然邊防軍被NERF 還有投資車砲台被NERF 但整體來講 這游民器因為改動真的是非常的優勢 而且還有他的希拉之火噴射車 可能這次改版 拜占庭又是一個蠻大的贏家 那再來看到中國有什麼改動呢 中國只有一個改動 就叫做烈日旺城現在可以被增稅 就這樣 就讓這個烈日旺城可以稍微收點稅 好像作用也不是太大 不過反正可以 他的好兄弟珠希呢 有沒有調整呢 這次是沒有任何改動的 也就代表上次的珠希調整 是合情合理 NERF的是剛剛好 珠希的強度在上一版真的是很高 所以他被NERF是剛好的 瑞麗蘇丹喔 那兩個改動都偏向是BUG感覺啦 加息律柔者現在不會失去 對攻城兵器加成的傷害 這聽起來挺嚴重的 不知道什麼情況下會失去 如果是常駐狀態 那等於是現在加息律柔者大 攻城兵器是完全沒有任何優勢的 那希望他這個是有正確修掉 平行衡量在帝王時代會修正成正確的研究時間 那現在是不正確多少我也不知道 反正玩德底科技都是免費的 就點下去就完事了 做了這兩個改動 英格蘭留整了博克軍宮殿的一些UI顯示問題吧 這個他官網有寫一些不太理解的東西 反正大概是跟UI有關係 那還有一個是好像是說什麼 其中一個駐軍單位設的是普通劍 而不是燃燒劍的問題 所以英格蘭在伯克軍宮殿進駐的駐軍單位 有一個人在偷籃 拿的是普通劍不是燃燒劍 應該是只有一個啦 應該不是全部 總之伯克軍宮殿也算是一些BUG修正 那法蘭西偷偷的幫他BUFF一下 因為法蘭西現在也不是太多要玩 要真的直接取代他 所以法蘭西本身跟二代一樣 不知道為什麼要去降他的大型劍塔的造價 降低10% 現在要900嘛 所以降低10%的話 就是現在法蘭西的大型劍塔只要800 那當然一部分是可以配合他的大型劍塔影響力啦 那之後法蘭西的大型劍塔 可以獲得比較優渥的石頭造價 再加上他的範圍影響力增加1 看是不是依我不知道是什麼概念 是有一些建造方法可以讓他再多涵蓋一些建築 所以我們就不太清楚 反正法蘭西是稍微的BUF的這個東西 神聖羅馬帝國 我覺得神羅也是有一個大改動 主要就是行軍訓練 這個科技是步兵移動加10% 之前會包含教掌也就是僧女單位 現在他被改為文明特色不是科技 所以他不再影響教掌 但是你一開始就可以獲得 你不用研發 神羅出來步兵就直接加10%的跑速 這個還不錯 我覺得還蠻強的 因為神羅那個科技都幾乎是必研發的 可是那個科技也是要相應吃一點資源 所以行軍訓練現在直接送神羅 那神羅的強度在 我覺得前期、中期、後期都用得到這科技 10%的跑速其實是很不錯的 神羅就被BUF了這個東西 鬥谷武戰士這個科技 他提到應該是會提升教掌的移動速度啦 反正就額外再給一個教掌移動速度的能力 還有教掌的肌力範圍也增加一格 讓武武戰士或者是武武的分明比較方便一點 麥英維克宮殿這次跟著龍騎士團一起被BUF 反正科技的造價減免有40%增加50% 可是整個科技又更便宜了 然後研究時間呢也更縮短了 再多10%的縮短時間 只要一半 原本40% 麥英維克宮殿也是被BUF 最主要的就是第一條行軍訓練 變成是文明特色 這個非常的不錯 日本看起來是BUG的修正 上面這兩個你自己看一下 最重要的好像是這個 不是之前日本的面板壞掉嗎 米袋樹樹細工跟這個什麼 這我不會唸扎扎拆嗎 這是什麼專有名詞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是看那個翻體翻譯的去寫的 就這三個啦 就是那個食物的經濟科技 日本特有的 經濟面板現在的提示會出現了 所以我在期待他應該是有修了吧 希望他是真的有修好不好 日本沒什麼調整就是改一些視覺上的東西吧 真的也沒改什麼 因為已經改了夠多的上一次 就改文本吧 奉獻的文本會在 夥伴裝備研究之後更新說明 好蒙古Banner福利點 蒙古的敖包在黑暗時代 每分鐘的採集效益 從80降低到70 可能是要抑制他的那個 早期的黑暗的長江兵吧 我還確定 反正總之蒙古稍微的被砍了 黑暗時代的之後收益 但因為他如果在黑暗時代待很久的話 那這個採集效益下降 其實會同步影響到他進封建之後 拿來造其他單位的這個效益 所以再觀察一下吧 南國宮殿好像是有被關注到 反正他叫出來的單位 好像會有一些問題 有修復了一些狀況 像羅斯騎士現在可以正確使用長兵斧 上面原文寫是宮崎兵 可以使用吉池能力 但吉池能力是羅斯的馬功才有的 蒙古突起有這招吧 如果沒有的話 反正他寫的是宮崎兵 現在可以使用正確使用吉池能力 一窩蜂也會帶有額外桶的升級能力 就是會多一發彈藥吧 一窩蜂的那個毒有能力 這應該都是韓國的宮殿叫出來的 那宮崎兵我不太確定是因為他用詞不精確 還是本來就有這個東西 再來是祈禱帳篷在研究完僧侶祭壇之後 不會再獲得建造藍圖時的預先視野 就是他研發完這個之後 你知道祈禱帳篷會可以拿到優先的視野 可以去遠程直接觀察對手 所以這個被改掉了 這也算是bug吧 所以實際上這幾個項目的修正大概只有 第一個是比較nerf比較直接一點的 真的有調整 再來就是一窩蜂吧 這一個東西 蒙古大概就是改動這樣子 再來看到龍騎士團 那龍騎士團呢 大家抱怨非常久的 這個亞森教堂很爛 所以OK官方這次buff了 採集速率有10% 填升到15% 多了5%還不錯啦 也不能一次調太多 因為亞森教堂這個東西影響生源 農田什麼的 你知道的 這個採集效益是蠻爽的 微略提升5% 我覺得也不微喔 5%也還蠻多的 廢爾龍騎士上次本來村民就已經被提升過採集速度了 總之就之後看一下亞森教堂出場率怎麼樣 實際看一下到時候農起來的感覺 龍騎士會不會農得特別的風生水晴 那麥英維克宮殿的話也對其神羅的修改啊 就不再解釋一次 還有一個調整就是金色胸甲怒疾跟追撞弩劍 這三個龍騎士團特有的科技 被稍微的nerf一點點嘛 就是原本的15、15跟125黃金 增加到115跟200黃金 三個科技都有所增加 但是因為這個是原本的造價 那麥英維克宮殿會之前是降低40% 那現在是降低50% 所以稍微的 我看第一個科技金色胸甲的話 我記得是稍微變貴了 這三個科技都稍微的變貴 如果有算錯在下方跟我講 我也懶得一個一個對 我只有對了一下金色胸甲 我記得現在遊戲裡面是30、15跟75黃金一樣 這看起來改完版之後 這個折扣完應該還是變貴的 理論上下面這兩科技也是會變得比原本貴 再看一下吧 這個還好啦 我覺得因為龍騎士這東西研發一次就好了 我認為是沒有到影響非常大 再來最重要的 就是龍火槍兵的特效問題 好不好 終於可以看到他這個火藥火花噴發的樣子 之前龍火槍兵打是沒有動畫的 就是完全沒有特效噴出來 一直在做一些開槍動作 但是完全看不出來他在開槍 那這個問題被修復了 整體龍騎士團 我們需要關注的應該是亞森教堂之後的運用 二圖曼的話身為現在T0的文明 稍微的也是被nerf了一下 主要是重型火炮 生命值從350降低到300 雖然遠防增加了5點 不過實際上前面我算過了嘛 就是多 就少那一發弩炮的傷害 少那一發還蠻重要的 反正工程器的對戰就是 多一發少一發的問題 打死跟打不死就兩個事情 再來就是維其合點數 原本的經驗被微略的增加 那增加的幅度可以看一下 其實是中間這一段 80到100 120到125 200到240 中間這一段升級的幅度變得比較寬 但整體到最後的經驗這邊 最後一階是320是沒有變的 所以讓他在拿為奇合點數的這個 速度上稍微減緩了一點 讓他的強度再稍微的掉了一點點 那要看一下效果是不是足夠的 再來就是軍事學校被nerf了 所以二圖曼這樣子nerf完之後或許會好一些 當然會好多少再看看吧 因為很難這樣子就算得出來到底會增加多少 像軍事學校他是標準速度原本4.5倍 現在增加到5倍 所以多了0.5倍 代表他的軍事學校的資源產出變慢 整體都是砍的啦 這讓二圖曼整體的強度應該是會有所下降 就看一下會不會再更區域平衡吧 也不希望二圖曼現在就變成選了出來就穩贏 大家都把他ban掉 那這樣子比賽也不好看 從此二圖曼的調整是這樣子 好啦羅斯呢也被nerf 狗獵小屋的建造時間有25秒又增加到35秒 這個東西越造越久 原本狗獵小屋就蠻久的 現在又增加到35秒 那狗獵小屋讓他增加這麼多時間 我猜有可能是圖控的問題吧 因為羅斯這樣子可以玩10秒再出那個 赤猴 如果他要出赤猴他只能從 那個TC照 但如果現在你要用狗獵小屋去照的話 你會再玩10秒 稍微可以讓圖控再沒那麼強一點點 會阻鐵騎的建議 這個是加羅斯騎兵的生命值的那個科技 也被nerf 這個nerf的幅度還蠻大的 加了100黃金跟50食物 總體被提升了150的總資源 我覺得還蠻大的 這研發起來壓力會稍微增加一點 所以羅斯的這個兩個都被稍微的nerf了一下 其實羅斯的問題也不是出在這個 羅斯的問題還是那個克林姆林宮真的過得太爽 所以他在弓箭時代問題真的不大 防守起來非常容易發展 然後到城堡時代帝王時代他又有那個 不錯的戰鬥能力 尤其帝王時代的火槍兵嘛 對我還是很強 所以要看一下這樣子的改動會不會讓羅斯 也可以盡量不要被ban掉 還有修正了一個bug 把宮崎兵晉升到下一個等級的時候 不會保留騎身精準度講義的問題 好啦那今天的內容沒有像上次那麼的多 但也是花了我很多時間整理 因為這個資訊出來的時間也是半夜吧 也是趕快整理錄影 然後就剪輯了 所以看到這邊不要吝嗇的點下你的喜歡 支持一下影片吧 當然如果你有餘裕的可以加入我的會員計畫 或者是超級留言來支持我繼續做這些內容的更新 還有更多對戰的講解 希望各位可以多多幫忙 好啦那今天的課程 我們就上到這邊準備下課了各位 打課之前還沒點讚的 記得點讚 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期待下次 在一國四的更多影片啦 都一樣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再 check the link 把影片按下 大家 阿 我們 我們